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小米6X发布会上表示 小米董事会通过决议 每年整体硬体业务包括手机及IoT 生活消费产品的综合税后净利率不超过5% 如果超过会把超过的部分以合理的形式 退还给小米的使用者 发布会上雷军还透露小米创业8年来取得的成绩 已成为了全球第四大智慧手机厂商 拥有1.9亿每月活药行动网络用户 创造出500多款智慧生态产品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及IoT平台 连结超过了1亿台智慧设备 今年IDC发布的数据显示 小米手机去年销量年增了96.9% 排名全球第四 仅次于苹果、三星跟华为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卫整理报道